大家好,本人是庄谨证医生,在湾区行医有32年了 我的专科是脊椎治疗 这32年来,我也看了超过10万的病患者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说小孩子成长过程 为什么要看脊椎谷医生?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病例 一个小女孩,16岁来看我的时候 爸爸带她来我的诊所 那时候,她整个脊椎已经往右侧了 讲她之前,我们讲讲说 为什么要看脊椎谷医生 小孩子成长过程,从她学会走路 会跑,会跳 到她上学,玩游戏或是玩运动 到她发育,这个过程是千变百变的 孩子开始走路的时候,经常跌倒 对不对?然后开始,爬的时候也很容易摔掉 摔着,然后上学的时候啊 打球啊,运动啊,跑步啊 那更别说了,跌倒是几乎是每天能发现的事 然后到她发育的时候 这些过程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啊? 一个跌倒,一个错位 颈椎,腰椎,胸椎有33节 哪一个节,某一个关节错位的话 就压迫神经线,而且产生了一种不平衡 所以这么重要去看脊椎谷医生 这个小女孩啊,16岁 她爸爸带她来的时候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还是挺开朗啊,很笑 能跟我聊天 就是觉得她呢,呼吸困难啊 她爸爸觉得,诶,每次她出去跑一跑呢 回来,就闯不过去啊 就觉得有点不太正常 那我帮警察之后 原来她的腰椎有错位 就是叫Scolyosis 而且在美国,Scolyosis 三个孩子里面,一个会有Scolyosis 当然不是说很严重呢 有些是轻微,有些是比较moderate 有些比较严重 所以这个女孩呢,检查治疗 检查之后呢,才发现她有一个Scolyosis 就是错位了,45度 45度的话,给观众们做一个比例吧 我们的分四节 Scolyosis分四节 一节二节三节四节 一节呢,一般是5到10度 二节呢,15度 到25度了 然后最严重的第四节呢,是45度以上 那时候整个Spinal Cord呢,已经歪了 能压迫你的心 能影响到你的心的跳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 她的Lungs,她的肺 被压迫的时候,那当然闯不过气了 装不了这么多疯了 所以这个故事呢,这个孩子 最后当然治不了 我只能介绍她去一个 开刀专科 几个月后她回来的时候 已经做了手术了 怎么样做手术啊 就是叫Harrington Rod 就是一块特别粗的 特别长的一个铁 压进她的脊椎、颈椎 就把整个封死 当然是把她拉直之后 再放螺丝 把她给封死 她回来的时候 她不是一个开心的小孩子了 就不太爱说话 也不太爱笑了 因为她说她现在睡觉的时候呢 颈椎、腰椎就特别硬 不能转身 转身就痛 现在她要弯腰拿东西的话 要特别要 要随着她的身体往下移 因为特别难动了 当然了 这么长的一块铁 压着整个脊椎、整椎 不让她动 是特别难受 而且 这是终生 不是说待了几年 就能把它拿出来 这是永远再取不下来的 我自己本身的孩子 我有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他们 一个礼拜出生后 我就开始做检查了 我的女儿三个月 就开始做调证了 很多人都问 这么小 她的脊椎都摸不到 怎么医生开始调证了 当然不一样了 一个成人的治疗 跟一个婴儿的治疗 完全不一样 脊椎骨专科懂得怎么样去治疗 这是叫non-force technique 就是要轻微的 可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孩子开始变了 脊椎骨 organs 开始mature了 能检查 能趁早 能解决她的问题 孩子们呢 这一生的过程是很多 他们就从一岁开始到99岁 脊椎骨的治疗 定期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就好像你定期检查 你的牙齿一样 是这么严重 这么重要 所以今天晚上 我希望大家能 注意一下自己的孩子们 父母呢 如果觉得孩子们 有些哪里疼痛的话 不要去忽略它 找一点去给脊椎骨医生检查 是最重要 不要为了因为省一点钱 去忽略掉孩子的成长 反而产生到以后 要花的钱 还有时间 更多 更贵 下次呢 我们讲讲 脊椎骨医生跟 失眠 是怎么样治的 好 下次见